音樂 現在來繼續介紹我們的內容 我們現在在談的是這個 是這個 Entropy balance for a closed system 所以我們說 Entropy balance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它的改變的原因有透過 transfer 這個 transfer 通常是所謂的 heat 因為它是 closed system 然後還有一項叫做 production 還有一項叫做 production 所以我們下面的問題是說 當我們寫出這個式子來的時候 當我們寫出這個式子來的時候 說我們的 S2 減掉 S1 等於這個一個 我從 state 1 到 g 到 state 2 然後 delta q over t 這是 entropy due to heat transfer 加上 entropy due to production 我們要算這兩項 我們用這個式子 我們用這個式子在這個地方 我們基本上有一個目的 我們要算它 因為當我在分析一個過程的時候 我知道我 state 1 知道我 state 2 我的 entropy 的數值就固定了 我 entropy 改變就固定了 我很好奇的事情說 這個 process 到底製造了多少的 entropy 這個製造多少的 entropy 注意到它製造出來的 entropy 會是 entropy change 的一部分 OK 那會製造出來多少 跟它走的過程有關 那它走的過程指的是什麼過程 熱傳的過程 所以你熱傳的過程不一樣的時候 就會造成你 entropy production 不一樣 好 當我一個系統 我們說了 一個系統 之所以沒有辦法做到 theoretically 它最好的境界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 entropy product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分析一個 process 裡面的 entropy production 的量的多少 我們就知道它偏離了所謂的 ideal process 多遠 好 也許那個 process 經過適當的改善 就可以讓我們提高我們的效率 所以我們的目的是在什麼 算它 好 我們有一個方法 能夠量化我的 entropy production 有一個方法可以量化我的 entropy production 那我們基本上用的就是這個式子 我們基本上用的這個 所以我可以算出 entropy production 來 好 可是在算這個 entropy production 的時候 我們碰到一個困難 好 碰到一個困難 碰到一個困難 碰到一個什麼困難呢 它 那我怎麼樣來計算這個東西 好 我怎麼樣來計算這個東西 好 我怎麼樣來計算這個東西 所以那困難在哪裡 我們看課本上的一個例子 我這邊有一個hot object ok 我擺在一個環境裡 它的溫度呢 t 我們寫是t final ok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表面呢 這裡表面有一個溫度是t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表面的溫度呢 會逐漸的下降 然後呢 到達跟環境平衡的一個溫度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你這個熱船的t 用哪一個t 你用這個t 或者用這個t 你得到的production都不一樣 ok 你得到的production都不一樣 然後你可以發現說 t 這個參數在我熱船的過程當中 它基本上是改變非常大的 而且它是一個non-equilibrium的一個case 所以它不斷的在改變 所以當我要算我的這個entropy production的時候 我必須對t能有一個適當的定義 那這個定義呢 某種程度上是有一點任意性的 ok 是有一點任意性的 所以當你在分析一個process 裡面有分析一個cycle 有很多個process 裡面就牽涉到很多地方都有熱船 那每一個地方的熱船 你都要去定義一個t 那你定義的方式是不是一致 或者說當你要比較兩個不同cycle 裡面的production的時候 你的熱船的溫度定義不一致 出來的 numerical value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通常在算production的時候 我們都是指的說 在同樣的一個cycle裡面 我們去算它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假設 我們那時候的假設 基本上可能是一致的 那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看這樣一個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來決定我們的 決定我們的這個t 我們如果看著簡簡單單這個東西 我們原來所分析的東西 也許就是我的system ok 就是我畫的這個system 那我system boundary的溫度是t ok 我system boundary的溫度是t ok 但是我要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因為這個t隨著進到我環境中溫度會下降 所以我一個想法說 有一個最貼切的溫度 大家都沒有意義的 就是說它到最後達到equilibrium的時候 溫度是多少 tf 所以當我在做這件事情 我在做closed system分析的時候 還記得我們要做一個system分析 第一件事情要決定 我的boundary在哪裡 對不對 我們typically我們的boundary 就擺在這了 就是原來我system的範圍 就是我的boundary 那當我要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我可能把我的boundary放大 加入了一個區域叫做immediately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跟我緊接著環境 會受到我系統存在而影響到它的溫度的那一部分 然後這個boundary在哪裡呢 這個boundary的溫度就是tf ok 這個boundary的溫度就是tf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boundary定在這 我們就用tf 來代替我們的t 來計算我們的production 這是一種方式 這是一種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拉近 拉到這個表面來定義它 那你得到的production 就會不太一樣 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講 通常我們在做entropy production 計算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的單獨的numerical value 不是那麼的重要 而是說針對你這個cycle裡面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pass 有幾個pass 有幾個process構成你的cycle 不同的pass裡面所產生的entropy production是多少 然後相互之間有一個數值大小的一個排列 然後從那裡你可以看出來這個cycle 最主要的問題是出在什麼地方 是出在什麼地方 這邊講的我們 我們evaluating the entropy production 的transfer 所要注意的東西 那我們通常會 會找一個方便的 可以一致性的一個溫度 來定義我們的boundary的溫度 好 那我們現在到課本的6.7.3節 到我們課本的6.7.3節 6.7.3節 我們談的是這個 這個application of the close system entropy balance 好 我們來 我們再來看 這一題 Determine the work and entropy production OK 我們這邊講的是這個 是這個entropy production 這個重點是說 我們在談的entropy production for an irreversible process of water 6.1節去看 它是reversible 我們看一下6.12這個例子 Water initially at a saturated liquid and a 150 degrees C is contained within a piston cylinder assembly 一樣 跟6.1一樣 the water undergoes a process to a corresponding saturated vapor state during which the piston moving freely there is no heat transfer waste surrounding 不一樣地方開始進來了 那在我進行這個過程之中 它跟環境沒有熱傳 那下一個問題 能量怎麼進去的 OK 它的能量就是說 if the change of the state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direction by the action of paddle wheel 你用一個piddle wheel 會有在裡面轉 藉由摩擦力把能量擺進去 所以這不是heat 這是什麼 這是work Determine the network per unit mass in kg per kg and the entropy produced per unit mass per unit mass 所以你去看一下 6.2跟6.1差在哪裡 它的state的改變完全一樣 saturated liquid to saturated vapor constant pressure process volume expansion piston moving freely 它的state一模一樣 那差異在哪裡呢 它能量擺進去的方式不一樣 一個是透過heat transfer 還有一個是透過什麼 work input 有這兩種不同的方式 所以你從能量角度來分析來看的話 它基本上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我們把這東西給各位做一個整理 所以我們initial state 我們initial state呢 是150度C saturated liquid 那我們的final state 150度C saturated vapor 那我們的process 我們的process 是constant pressure OK 然後我們是work input 我們是work input 我們先看一下6.1的結果 我們先看一下6.1的結果 U2-U1等於Q-W OK 那我的這個做一個整理呢 那我的Q等於H2-H1 那我的W等於P的這個V2-V1 這是我們前面一個立體 Q等於H2-H1 等於2114.1kg per kg OK 這是6.1的一個結果 那我的6.1 再來我的entropy balance 這是我energy balance 這是我energy balance 我的entropy balance 我的entropy balance呢 是S2-S1 等於Q除以Q除以T 加上sigma 那我的S2-X1 基本上我有state知道的 我heatransfer知道的 這邊除的就是我的T saturation 因為我是在saturation state 所以你把相關的數值帶進去 我的sigma是等於0的 你把相關的數值帶進去 我的sigma是等於0的 因為為什麼呢 H2-S1等於H2-H1除以T 這個是在face change的時候 這個關係師是存在的 這是face change的時候 這個關係師是存在的 這是example6.1的結果 entropy production等於幾等於0 OK entropy production的結果等於0 那如果我們現在看6.2 example6.2 我們再來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從能量的角度它是一樣的 從能量的角度它是一樣的 U2-U1等於Q-W 然後它是atabatic 所以Q是等於0 我internal change等於-W 這個是什麼呢 saturated vapor 這是saturated liquid 那請注意這個W基本上 這個W基本上有兩項 有W pedal 加上W expansion 這裡有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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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walk的input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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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walk等於什麼呢 我的W pedal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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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walk等於什麼呢 我的W pedal P2的V1 所以我W pedal 帶到這邊式子來 等於這個 等於是U2-U1 加上P的V2-V1 等於H2-H1 跟前面結果一樣 當然一樣 因為energy balance OK 那 只不過我pedal進去的walk 一部分用來增加我的內能 還有一部分用來幹嘛 推動我的Value expansion 推動我的Value expansion 好 那 這裡算出來之後 我的W等於什麼呢 等於 我的1927.82 這個 這個K焦 除以KG 好 這是Total的walk Total的walk 好 那我的entropy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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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變 OK 我的entropy balance 也沒有變 那這一項 槓掉了 OK 為什麼 因為adabolic 因為adabolic 所以我的sigma 等於什麼 s2-s1 等於sg-sf 所以你比較 6.1跟6.2的case 它是相同的state的改變 所以它entropy改變 會不會一樣 一定一樣 因為它的state的change 是一樣的 但是entropy改變的原因不一樣 在6.1的時候 entropy的改變是熱傳造成的 在6.2的時候 entropy的改變是 entropy production造成的 那entropy production的原因是什麼 irisversibility OK 所以我的work 進到我的system裡面 變成內能了 那內能能不能再出來變成work 不行 對不對 熱力學第二定律 前面就在講這些事情 所以work變成內能 是irreversible work變成內能是irreversible 那這個irreversible 就造成了entropy的production 那這個entropy的production 也就是造成了我的entropy的改變 6.2 6.1呢 我的熱傳是用heat進去的 heat跟internal energy 被歸類成同樣類型的能量 它是互相可以交換的 所以那個是reversible 所以在那邊我entropy的改變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來源是heat transfer 好 6.1跟6.2 這兩個方式都造成同樣的後果 哪一個方式是比較好的一個能源使用的方式 1 example 6.1 ok 因為它的entropy production是等於0的 ok 你用work的形式 ok work的形式 你的entropy production不等於0 你從能量平衡的角度 你提供了這個改變 你用work跟用heat提供的能量一樣不一樣 一樣的 ok 提供的能量是一樣的 但是你提供能量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你提供work的話是價值比較高的能量 提供heat的話是價值比較低的能量 如果你可以用比較少的價值達到一樣的效果 你為什麼要用比較高的價值 ok 懂我這個意思吧 所以我們做這套分析的目的也就在這 當然這個例子是顯而 你算完之後東西變成顯而易見 當我們要分析一些cycle的時候 當我們要分析一些cycle的時候 也有同樣的問題 有些東西不是這麼樣顯而易見 那我們是不是用什麼方法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我們6.1號 我們重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6.1號 我的energy input by heat 好 我的entropy production 我的entropy production 是 0 OK 4.9961 軸 有一部分可能会是从production这边 从这production这边这边这边来的 好那这是example 6.1 6.2 这两个case摆在这个地方 主要的目的在这个地方